谢志昆在2001年40岁时改命 将原名谢志昆中的职序幕 必会木刻金之说 在天金字昆开始点金之路 15年古灾后 传习招远在日本静观政局的谢志昆回国 称他不是打击对象 谢回国后心灰一老 21年猝死 坊间称谢是为宝集团更多人而自立 谢死后不到两年 旗下中融信托报告 万亿中职帝国的第一张骨牌宝像 2023年8月 据有央企背景 中国规模最大的民营资产管理集团 中职系旗下的中融信托 出现兑付违约 涉及人民币3500亿元 在过去两年中 中融信托几乎踩遍了 包括中国恒大 家兆业 融创等至少15家房企的大雷 有坊间人士惋惜 两年前报道说 中职系创办人谢志昆 因心脏病突发而亡 是为替整个集团去自杀 现在看来 中职系也无法保住 2021年年底 中职集团发复告称 集团创办人谢志昆 因心脏病突发 抢救无效 于2021年12月18日 在北京逝世 享年61岁 大陆社媒平台传闻 谢志昆是自杀 说谢志昆独自一人进了健身房 繁琐了房间 当发现他时 谢志昆被瑜伽绳勒住了脖子 知情人认为 谢志昆承受不住来自当局 以及巨额债务的压力 最后自杀 还总结了多名商界大佬的 离奇死亡 称海航系 看风景摔死 先锋系 喝酒 醉死 中职系 炼鱼家 猝死 有报道说 习近平频频释出 打击金融大鳄 严管资金外逃的信号 除肖建华的明天系之外 也锁定了谢志昆的中职系 有爆料称 谢志昆死前 中纪委曾多次对谢志昆问话后 准备正式对他进行双规 并收割中职系的财产 此时谢志昆选择自杀 以死保整个集团 救下中职系很多人 中荣信托爆雷后 外界警告 中国版雷曼时刻进入独庙 同时 把中职系 以及恒大的发迹 发达到爆雷的坍塌过程 比喻为中国经济几十年成长的缩影 不妨从谢志昆 打造中职系 万亿金融帝国的手法与过程 一亏其中的本质 谢志昆 谢志昆1961年1月 出生于黑龙江省伊春市 1980年代 20多岁的谢志昆 承包了黑龙江一家亏损的印刷厂 他的经营手腕得以施展 并使经营大为豪爽 此后有了累积的谢志昆 陆续开始涉足面食厂 服装厂 水泥厂和养殖厂等多个产业 人们关注一名百亿富豪的成功 往往对他的第一桶金 怀有浓厚兴趣 谢志昆的第一桶金 并不是他创办的上述产业 而是倒卖黑龙江的特产 红松 东北的黑龙江 是中国唯一生长大片红松的地方 这里的红松属于顶级桥木 故宫博物院等重要建筑的大规模修缮 都指定用黑龙江的红松 90年代 不少黑龙江当地人 以道彩红松为生 许多人因此赚到第一桶金 谢志昆也依靠 倒卖红松的中介业务 由此发家 完成了原始积累 1995年4月 34岁的谢志昆 以5000万元注册成立 黑龙江终止企业集团 终止企团从此起步 如果说实业是谢志昆起家的基础 那么金融则是他快速布局中值器版图的动力支援 2002年对谢志昆来说 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都堪称关键节点 这一年他与知名歌手毛阿敏结婚 20年前的毛阿敏几乎是大陆歌坛的天花板 值得一提的是 毛阿敏闯入谢志昆的世界后 也成为日后改变中值系 以及谢志昆命运的关键人物 另一方面 2001年谢志昆开始事业方向上的大转型 开始涉足金融领域 但是真正起步却是在2002年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 谢志昆原来名字中的值 是木字旁植树的值 原来名字中的昆是土字旁乾坤的昆 按照五行中木刻金的说法 控对金融不利 于是他将值字去掉了木字旁 改为直立的值 将昆字去掉了土字旁 改为金字旁的昆 从此开始了他的点金之路 为何谢志昆选择2001年转向金融圈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 这一年谢志昆的哥哥谢直春 出任光大证券总裁主管金融 谢志昆很低调 极少公开露面 但其人脉资源丰富而绵长 于是在第二年 也就是2002年 中值集团便联合哈尔滨市国资委 黑龙江省牡丹江新材料公司等国企 成立中融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至此中值系的根基得以奠定 谢志昆正式闯入金融圈 之后经过大约十年的发展 中融信托拥有了包括信托 保险 租赁 期货 公募 私募等 金融业的所有牌照 在金融领域开疆扩土 资产规模超过万亿 中融信托成为中值系 生根发芽开支散业的根本 中值系也开始广泛涉金融之外的地产 教育 科技 新能源 矿产等行业 核心企业多达37家 谢志昆虽然构筑其 万亿规模的中值系 但他却异常低调 极少公开发言 从不接受媒体采访 多年来外界对其本人知之甚少 被称为最神秘的资本大鳄 中值金融帝国的主期发展 得益于联手央企和国企 发达之后 谢志昆继续利用央企国企招牌 加持中值系 2010年 他将中融信托36%的股权 让度给前央企 恒天极端旗下的 精维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同时继续让自己的外甥刘阳 占据董事长席位 牢牢掌控着中融信托 随后谢志昆把这一模式 复制到中值系旗下的 恒天财富 新湖财富 大唐财富 高盛财富 四大财富管理公司 利用央企为中值系背书 有了央企国企的加持 中值系获得大量高端客户 在中融信托爆雷之后 有报道透露 中值系都是高净值客户 单一300万元以上的投资 有15万人 设计金额2300亿元 有评论指 中值系爆雷或是无数 中国富豪一夜返贫 似乎也印证了 大陆互联网上流行的 一个桥段 即韭菜死于P2P 中产死于理财 富豪死于信托 只要生活在中共国 总有一款镰刀能收割你 谢志坤死后 中值集团用他生前最喜欢的诗人 朗费罗生命礼散中一段诗句 形容他的一生 别做默默无声任人驱使的羔羊 要在战斗中当一名英勇无畏的闯将 熟悉谢志坤的人士则用朗费罗 另一首《欢乐诵》诗中的开篇一句称 闯将谢志坤的人生不过是一场幻梦 还有人用改写范中烟 书善师门人的诗感叹 世事循环望九州 前人财产后人收 后人收得修欢喜 还有收人在后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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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